日本经济新闻 疫情打击供应链 越南GDP首线负增长 越南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越南在7到9月之间的实际GDP 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.17% 另外越南从7月起实施了禁足上班 让员工的体力精力达到极限 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金融时报 商业领袖警告全球供应链面临崩溃 国际商界的龙头组织警告表示 近两年来 旅行禁令跟其他的防疫措施 对运输业员工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除非世界各国政府 恢复运输工人的行动自由 否则全球供应链将会面临崩溃的危机 CMBC 中国强制限电吓跑了外企转战他国 许多外国企业看准中国商机 打算把生产重镇设立在中国 但最近北欧的咨询公司调查显示 虽然不少海外企业看好中国的生产业 但却因为中国大规模限电 进而选择放弃中国 把工厂设立在其他政策 比较稳定的东南亚国家